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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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歡迎收看今天的吻超聖經營節目 當然今天的加錢指數 這個上下升盪大概100點 這個尾盤小跌在7點 那當然這個投資人現在 我相信 絕大多數都在看疫情 他不會去看股票 他認為這疫情很嚴重 台股最后还是不要走 但是严老师想法跟大家不大一样 就是因为疫情很严重 大家都在家里面 而且提早放暑假 所以在这个时候股票操作 变成说是全民运动 全民运动 当然昨天航运类股拉回一天 很多人就不讲了 只有严老师在节目前跟大家讲 这航运类股它是走大波段的 所以说有时候你拉回去买 真的你敢不敢买 当然今天的四维行股价来到涨停板 台行股价也来到涨停板 当然这个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就像我当时候跟大家讲的 郁金光跌到四百块钱以下 你要不要买 当然最近的郁金光股价来到五百块 对不对 那国据的部分 之前有跌到三百多块钱 三百多块钱 今天又快来到五百块 一个是三百一个是五百 这中间最少有一百块的一个加差 当然有人说老师那环球金呢 环球金那时候六百多块 今天转眼看过来又变成八百多块了 所以很多股票在当下你觉得说这个 好像在走空头 可是你这个眼睛转过去之后 发现这些股票在最近都创波段新高 都大涨 这个就是所谓的 有时候股票在低档区 你真的 这个才是各位的一个买点 这个才是各位的一个买点 这个股票绝对不是拿来追的 如果说你在国标市场里面操作 那种想法就是说跟大家都一样 反正涨我就追 我就用融资来操作 你这样子真的 我不认为说你操作上面会很顺 当然最近还是有很多的投资人 来参加盐老师的 但是在参加之前我都会跟他讲 如果说你认同盐老师的看法 是看准了以后再出手 买底部正要起涨的股票 甚至买那种全新的标股 这三点你可能认同的 你才来对不对 少买QR口嘛 才来参加嘛 买点到了你再去做动作啊 买点没有到了你去做动作 刚有效 没效嘛 当然这个礼拜操作啊 你要注意到被动元件跟细菌元 因为这个被动元件啊 对不对 公布这个五月份的业绩财报 这个财报还不错 营收还不错 但股价没有反应啊 股价还没有完全反应啊 细菌元的订单明明是到年底 那为什么目前为止细菌元的股价 都没有表现呢 这个如果说你真的要做 波段操作的投资人啊 在这种低档区的股票啊 真的片地都是黄金啊 片地都是黄金啊 都能够赚得到钱啊 当然你看现在航运类股的一个资金比重的话 大概今天还有三成啊 但是电子股的部分应该已经到达五成了 对不对 代表这个电子啊 电子啊 电子啊 慢慢开始回温了 慢慢开始回温了 所以说之前啊 可能你在航运钢铁啊 这个纺织啊 这个赵子有赚钱的人啊 六月份 通常要归队 归队什么 去买所谓的点珠购 因为很多的电子股啊 他在营收啦 他的订单的能进度啊 的确确是比船产要好 但是严老师不是说这个船产不会涨 船产的你赚完了 就要把资金开始挪移了 等于说 如果是说点珠购 现在开始起了 对不对 你资金提早过来 你会赚更多啦 你会赚更多啦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五月份啊 这四档股票 你看 有两档是航运的 一档是钢铁的 一档是生计的 对不对 两档航运嘛 一档钢铁 另外一档是生计 那六月份 为什么只有两档股票 我们要集中火力啊 我们要集中火力啊 我们不是说 每天在那边设飞镖啊 对不对 那六月份的包纵股 还没有拿到的 真的啊 我再等你一天啊 我昨天说 真的不能再等 好 我说是做第二档股票嘛 对不对 今天这档股票 有没有很强 有啦 未来会更强 第三档股票 抬什么的 对不对 我就不要再讲了 这个LINE里面 QR Code里面都有 没有 你今天随便做啦 第三档股票抬的 什么抬的 对不对 你应该都赚得到钱 你随便卖 你也赚得到钱 那如果说你没有来拿的人 今天看到第一支 第一天看到节目的 六月你想要包纵嘛 对不对 这两支要注意一下 这支今天 創新高 这支要拉回 这支也創新高 怎么做 这个要问我们的助理 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一样 给大家扫描QR Code的机会 未来的股票的标王 六月份的标王 全新的主流 严老师六月份的代表作 都在里面 我先讲 这里面有两档股票 他们代表 这个第二季 季底作帐 还有包含 这档股票未来的一个基本面 那如果说你真的想 从底部开始操作 买业绩大成长股 买低档去会喷的标股 你现在一定要扫描QR Code 因为今天再不少的话 我明天绝对不会让你少 因为公司已经在抗议了 老师啊 你这个 LINE的一个数字 现在很惊人 可能这个费用 从这个月开始 会三级跳 我说没有关系 这个费用的话 严老师自己吸收掉 我们对于这个长期 支持严老师的投资人 我们总要有点回馈 也就是说 对不对 日本送疫苗 美国送疫苗 当然这个本身的考虑也是很重要 但是他们对台湾人民 是属于一个善心 那严老师对于我们台股的一个投资人 我也是秉持了一个回报的一个心理 当然你今天愿意成为严老师的好朋友 还是说你想要操作下一档的六月份的一个标王 单股所单的 你今天就不用客气了 好不好 直接用手机扫描 这个最新的标股资讯都在里面 但是你要扫描之后留下姓名跟联络的方式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未来会不会出现像这种的 这张股票今天开盘加是73块钱 你敢不敢买我不晓得 有人说老师这个股票有利多 所以说今天的股票才会拉到涨停板 你操作这种股票其实很简单 有利多对不对 你随便卖 你都赚钱 那老师为什么利多要卖 这个是根据严老师的经验 这种股票有利多的 找盘开盘不是很强 都买得到 利多对不对 你就卖一趟 利空的话你就尽量去买 你不是看到那个利多去追啊 你如果说利多去追的话 可能就买到这边嘛对不对 这个利多消息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赶快去买 等到利多消息出来的时候 你赶快卖掉 对不对 钱就到手了 对不对 买股票就是要买低档区的 当然可能今天很多的分析师 他会讲到说台胜科 我觉得你们去讲这个股票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做好不好 告诉你们的会员 你到底有做吗 严老师有没有做台胜科 你问我对不对 你自己扫描QR Code 自己扫进去看一下 我有没有在里面铺那个台胜科给你看 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告诉大家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个样子去解台胜科才有道理 你到底有没有做 你两级会员在做还是一级会员在做 你要交代清楚啊 严老师对不对 亮灯掌停板啊 我就直接跟你讲啊 赤股续报啊对不对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就赤股续报啊 两级会员嘛 有就有嘛 没有就没有嘛 那老师今天创破断新高呢 这个最高186.5 186.5 对不对 尾盘的话178 要不要卖 还是要加嘛 我不知道啦 就两个选择 有人认为说老师卖掉之后就赚钱了 心情会很好 那你就卖一趟 有人认为说老师未来可能还会再涨 那我要做波段的 那我就加嘛 当然这是各位的一个选项 但是我能够证明的就是说 我们到底有没有做这个很重要好不好 到底有没有做 这个是要跟我们会员做验证的 两级会员啊 专案会员跟特别会员 那包含啊 这扫描 严导师QRCODE的投资人啊 我相信这张股票 你们在QRCODE里面都有看到了 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想卖的话 你就卖掉嘛好不好 你如果卖到尾盘178 你应该都是大赚特赚 我没有讲错 还是说你卖在186 卖在186的那我就要恭喜你啦 真的很厉害啊 卖在185也是可以啦 赚钱啊 但是张数要多一点啊 张数太少的话真的 有时候就赚一点点好不好 除了台胜科以外 合金 有没有说 有做嘛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直接跟你讲 老师啊 新唐未来会不会涨 会不会涨 业绩大成长 你说会不会涨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耶 你每天我看 但今天我要公布一档股票 之前没有跟大家公布的 来这档股票叫做金像光 金像光 这是6月4号的金像光 中间有一天有拉回 这是6月7号的金像光 对不对 这是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金像光 对不对 我就说你要卖掉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 不会跟你讲的很模拟两可 当然最近有些新的会员 可能参加袁老师会员 他要求说老师有没有新的 我想要做新的 那种新的主流 我说当然是可以啦 但是要一个动作一个命令 好不好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档股票是新的 来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开盘加28块钱 我相信应该每个人都买得起吧 你不要说老师 这个28块钱 这个股价太高 这不会高吧 28块 来马上锁涨停 对不对 这是礼拜五 那当然昨天是礼拜一嘛 这档股票有拉回 你不要说老师 他就直接跳空 直接每天涨 没有喔 这礼拜五是涨停板 昨天的话是下跌喔 跌能不能买 跌当然是可以买啊 那今天呢 今天你一样有机会买 30块 今天涨停板 32块 32块多了 对不对 那基本上面的话你已经赚钱了 基本上面已经赚钱了 那为什么会举这张股票当作例子 也就是台面上面有些新的主流出来了 新的主流出来了 比如说这个股票 我现在很少人讲啦 未来可能很多人讲 上个礼拜五你有注意到 你直接就可以买了 对不对 你要做长一点的话 真的啦 到今天为止你卖掉 还是一样赚得到钱 当然有人说老师这个盘很难做 这困难度当然大一点啦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赚不到钱 这种找这种有连续性的就赚得到钱 那你不买这种连续性的你很难啦 困难度就加高了嘛 那当然买底部的最安全 对不对 但是要底部要开始布局好不好 这个股票在今天 来开盘价大概40.8 你去看一下 来你自己去看一下 这张股票是不是底部起涨 我只证明一件事情 从底部起涨的 如果说你真的能够在第一时间点 你看到这张股票的未来性 你真的买得够低的话 我相信你都可以波段操作 你都可以波段操作 你不是说 对不对 今天涨了明天就没有了 我觉得操作那种股票 反而意义性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当然疫情很严重啦 这个讲鬼故事的人奇怪 他不讲了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出来讲一下 因为现在比他精彩 每天伤亡的人数都很多 是不是 以前疫情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你反而讲得很严重 对不对 那讲鬼故事 董事严老师曾经小学参加过比赛 冠军 我还记得那个冠军奖杯 很大一尊 是不是 对不对 开个玩笑 这疫情来的大家要团结起来 什么叫做团结起来 这个端午节 对不对 当然每个人很重视端午节 端午节要团聚一下 但是这次疫情真的 很严重 当然这个印度病毒大概目前为止 这个国内还没有验出来 印度病毒的话 它第一个 它传染力非常大 非常高 它致死力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高 那当然我们要开始预防了 当然我们这一次 这个针对这个 对不对 这个科学园区 中南部的新竹苗栗 要开始做出一个所谓的普筛 特筛专案去筛它 我觉得这个政府 这做事情有时候慢了一点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你不要管疫情严重 还是说它没有所谓的很严重 你就是用最高的一个标准 最高的一个所谓的规格 去定定一些所谓的办法跟规定 不要说等到疫情 让人民产生了恐慌 你这时候的话 你在亡羊补牢 我觉得时间点上面 会不会晚了一点 当然记取这次的一个教训 这个未来可能 对不对 还有别种的 对不对 病毒 那有了这一次的一个教训 我相信 你要 要吸取这个经验 未来的话 这个动作 要快的 你知道吗 要提早做整备 不要用嘴巴讲 用嘴巴讲不好 当然每一个 这个死亡的病例 严老师都很心痛 我都把它看作是我自己的家人一样 真的啦 这当然这个人生无常啦 这句话我常常讲 但是这个生命 这个消失了 也是值得大家 去尊重它 去尊敬它 甚至有的人好像 对不对 死啊 打架啊 就跟去消掉啊 我认为这是对人家一种 不是很尊重的一个做法 当然这是一个听来的 这个事实上面也没什么证实 如果有的话 这真的要改进一下 那当然我未来还是看好 这个航运内股 对不对 我认为航运内股还没有结束啊 还没有结束啦 既然还没有结束的话 拉回真的啦 可以去找买点 对不对 当然未来有很多的股票 要记得老师现在跟你讲了 它在低档区正准备要发动 被动元件细晶元 要注意 是不是在发动点 买了之后未来会不会喷出嘛 你去看那个被动元件 对不对 业绩公布财报都很好啊 股价在低档区啊 笑死人啊 对不对 你认为它会被发动啦 你慢慢看 你慢慢看 当然我们今天啊 给大家一档 就是六月的一个标王好不好 当然我们今天是采取 所谓的单股锁单 那有人不知道 什么叫单股锁单 单股锁单就是我们一次只操作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由专人通知 当然不是由严老师我通知啦 是由我们专人 严老师的特助 我们专人来通知你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能觉得说 老师啊这个台股很难做 你需要严老师帮忙的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的人 我们专人我们单股操作 专人通知你 我希望让这个所谓的VIP的一个格调 能够往上拉啦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说 一种尊崇啦 希望说跟着严老师真的能够 对不对 在股票市场面一帆风顺 今天啊 当然这个六月的标王是全新的 我们不会去抄那种老掉牙的股票 六月的标王它是全新的 然后它是未来一个新的一个主流 它在低档区 对不对 严老师六月份的一个代表作 如果说你今天要参与的话 动作一定要快 你今天只要做这个动作好不好 六月的标王全新的主流的 严老师六月份的代表作 今天只要你扫描我们的QR Code 你现在就可以做动作 立即扫描我们的QR Code 这一档股票就是第二季啊 季底做当的一个标例 再加上所谓的业绩成长股 所以说你真的想买到底部起涨的 严老师今天啊 QR Code全部开放 好不好 成本全部由严老师吸收 但是机会只有一次 你真的要好好把握 当股所担明天会不会直接喷上去 你拭目以待好不好 但是今天很重要的 QR Code看到一定要扫 按照各位扫描的一个速度 我们来通知明天要进场的一个顺序 六月的标王全新的 买到会直接喷的股票 今天扫描我们的QR Code 先知道先卡位打电话进广告 好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年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20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原投股制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股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当然你买股票就是要看趋势 不管是买所谓的行业类股 也要买电子类股也好 除了要看趋势之外 就是要看位阶 还有就是说 背后有没有一只手 在里面坐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股票基本面在 如果说背后没有一只手里面坐的话 我认为这股票也是不会涨 当然这个行业类股涨很多 大家都知道可能背后 有一只手 两只手 还有怪手 那行业类股不是说只有什么 对不对 长龙 阳明 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个家里大龙也不错 买到就赚到 宅配通也不错 对不对 这个最近比较夯的 叫台华偷控 这个地方拉回 你还是要注意 你不要说老师 他涨很多了 他涨了七只涨停板 还会在涨吗 真的有时候 你也不要去拆 当然有人喜欢做生机类股 对不对 有人做那个高端 赔了很多钱 当然也有很多人 做生机类股 赚了很多钱 这是要看自己 选择的一个方向 就跟人生一样 对不对 男孩子最怕怎么样 娶错老婆 女孩子呢 最怕这个鎖架 非人 对不对 我们都是过来的人 所以我们大概都知道 所以说这选择也是很重要 那当然你选择 生机类股 选择雅伯 你赚钱 一架到底 直接跳空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还提醒你 你要不要先卖一趟等拉回 拉回再做一次嘛 这就从底部开始起涨了 那电子类股呢 你要注意那种有转机的 先进光有没有转机 以前不好 对不对 那未来会不会很好 再好的股票 你要先卖一趟 对不对 这个拉回再做 你这样子 对不对 涨上去就赚得到钱了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机会 机会是给这个 能够掌握的人 当然这个六月份 这个台股里面一千多档股票 你真的可以从中间 找一档两档出来做 对不对 这个机会出现时 就要把吊杆准备好 严老师认为 对不对 这绩效就是 未来大家最大的一个优惠 那未来这档股票在低档区 在底部 正在发动点 六月的标王正在发动点 你要好好把握 这些股票 打开来之后 不要说等打开来之后 你才在那边看 这个月月有加做 这个六月份的包纵 今天还是一样 可以打电话进来拿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要跟上我们脚步 直接操作我们六月份的一个标王 那今天严老师 QR Code全部开放 专线全部开放 机会只有一次 机会只有一次 明天早上 九点半以前 严老师这一档 六月的标王 准时进场布局 想要参与的人 想要共襄盛举的人 不用各计 直接扫描我们的QR Code 按照各位扫描QR Code 留电话的一个顺序 明天按照顺序 依序通知 要参加的人 赶快扫描QR Code 明天准时进场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